如果各位會在簡報裡面用到超連結的話 這個概念我們在FocusGuy裡面有一點點不一樣 一般我們在傳統的簡報裡面我們要做超連結 就是點到這張圖片這個文字是以物件為導向嘛 就是哪一個物件要做什麼就做 但是在FocusGuy裡面比較像是什麼 像做網頁的感覺 我可以指定某個區塊就是超連結就按下去 所以不太一樣那我們來試看看喔 像剛剛你們在看老師這個簡報的時候啊 老師這邊不是有做超連結嗎 滑過去是不是就會變成熟了對不對 那這個怎麼做我們回過頭來看一下這邊 假設我今天要做超連結 你找到右手邊這邊有沒有一個鏈子 右手邊齁 右手邊這個鏈子 鏈子你把它按下去 按下去之後呢他就問你 你要怎麼添加把它按一下 這個時候並不會馬上出現什麼超連結 對話方塊沒有 你要自己去框一個區域 欸我可以把這個區塊框起來 有沒有發現一個紅紅的就跑出來了 有沒有這邊齁你再看一下喔 按一下之後不會跳出來 是你自己要告訴他我哪一個範圍要當做超連結 他會有個紅色的在上面 這個時候呢你就可以從右手邊這邊 把你的超連結打進去 超連結打進去 這樣有沒有清楚 那如果你覺得紅紅的看起來有點礙眼 你可以把它那個透明度 這個透明度調低一點 說起來你看 有沒有這樣你就不會覺得好像一片紅紅在那裡 當然真正預覽之後會不會有不會有啦 這是編輯的時候方便你知道這裡有一個超連結這樣子而已 那請問一下除了連到網頁上的以外 你們在PowerPoint裡面有沒有試過 我點到這個超連結是跳到其他的簡報頁面 沒有你們都是按照順序 1234567這樣一直簡報下去喔 怎麼都那麼怪 都不能你一定要暗部就章不能跳躍制的嘛 不能跳極嘛 萬一老師請你跳請你到另外一個主題 你們大部分的做法都是趕快打開看一下那個 第幾頁有沒有 其實呢如果你在網頁上 你有做那個齁 在PowerPoint裡面做的 他就是在這邊稱作鏡頭 那這個鏡頭你看一下齁 你們有沒有覺得左手邊看起來很熟悉 這個啊 有沒有發現這一類看起來蠻熟悉的 已經是跟他是好朋友了對不對 好朋友你不是很熟了嗎 所以你這邊就是 他只是把它稱作這個叫鏡頭而已 了解齁 所以你今天要跳到幾幾個 其實你也可以直接 欸我做一個超連結 比如說我這是首頁 我先把超連結把它收小一點 假設我點到這個人 我就要進到第五頁 你就在這邊告訴他我要跑到第五個鏡頭 你看 你就看 哦 跳到這裡來 好了 或者我要看圖表 OK 確定 這樣子我們預覽的時候呢 當我按到這裡 就直接跳到那一頁去 有沒有 你可以安排啊 所以 我們這樣子的互動性就會比較多 就會比較多一點齁 這個是 各位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他的超連結真的跟你平常不一樣 回去 你要再做另外一個 比如說我剛進來之後是到這一頁 是到這一頁 那你要回去 我們就是再增加一個超連結 比如說我在這邊 那我就看 鏡頭 選擇路徑 看你是要回到首頁還是要回到哪邊 這個跟我們做超連結的概念是很雷同的 好